158 楚天都市報 圖文 最後重建須控制倉位 2015年7月14日理財13楚天都市報 信《楚天都市報》記者斥進華上週連續兩天的千古像停擊發了市場人氣 週一早盤護紙大幅高開,雖然盤中一度翻錄,但很快被多頭拉起 一度站上4000點大關,護紙報收3970.39點,上漲2.39% 創業板上漲5.8%,兩市總成交量1.17萬億元 交上一個交易日放大了約26% 兩市超過1500隻股收盤漲停,跌停各股只有5隻 業內人士稱,大災之後,市場正經歷重建期,投資者應該控制好倉位,防範短期震盪 股指期貨跳水有緣機昨日尾盤,股指期貨出現快速跳水行程 相證1507合約已經率先走約,而盤中高歌猛進的中證1507則出現大幅度的跳水走勢 新浪財經首席評論員魯艾表示,美盤股指期貨跳水吸收二行程龍上一層陰影 本周時期只交過州,經過本輪大跌後,市場對其子的走勢變得格外敏感 不排除這幾天會出現比較大的震盪,短期要保持一份謹慎 大盤震盪上行概率大長光證券之心頭顧趙有啟表示,在管理層強烈救市措施的影響下 大盤指數以及中小盤股形有較大的反彈空間,但經過連續三日的大幅反彈之後 短線獲利盤對市場也構成了強大壓力,市場短線調整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這使得反彈的道路有可能出現一些反復 倉位狠重的投資者而趁大幅反彈的時機適當減輕一些倉位 銀他正勸員林露營業部理財總監吳彥華稱,技術面看,反彈第一目標為關注二十日軍線 本週五為期指交割日,為徹底剿滅空投勢力,多方必須乘性追擊 預計本週大盤達概率震盪上行,有望收復4200點失地,操作上 目前處於第一階段普漲行程,場內投資者持股代賬為上賊 場外投資者質疑等待主線熱點浮現,後期等大盤以次回調進行中期佈局